女星陶慢慢早前考取了汽车驾照 但因为一直很害怕开车上路 导致计数有些深疏 直到近期才重拾驾驶计数 日前陶慢慢在社群发文透露 送完孩子们上学后 她准备开车去上华语课 途中看见有位女生站在路口 并且距离马路很靠近 在绿灯亮了一段时间后 对方似乎才反应过来要过马路 但此时小绿人已经在狂闪 原以为该命女子会加快步伐过马路 结果对方却慢悠悠的走过 像是在暗逢车子就是要离让行人 就算你对我怎样我都不怕 而且该命女子全程都在看手机 就算走到一半已经红灯 她还是不紧不慢的样子 对此她慢慢表示 台湾的现行规定 新人闯红灯只需要罚款500元 使用手机造成交通阻碍 仅发300元 但是车子在路边停红线 就需罚款900元 但她疑惑表示 这样的金额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而定的 并质疑对行人的罚款额度是否太低 才让这些人这么肆无忌惮